厄瓜多尔出动警员 闯进墨西哥使馆 逮捕前副总统格拉斯 掀起了断脚风波 两国的关系降到冰点 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尔 公开毕露电视 将俄国的粗暴行径 昭告天下 同时怀疑厄瓜多尔 背后有势力在撑腰 el asalto a nuestra embajada y eso no lo hace un gobierno si no siente que tiene respaldo de otros gobiernos o de potencias por eso vamos a llevar este asunto 在国家贸易的法院 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公开的 使馆秘露电视画面可见 有人强行打开了一扇门之后 全副武装的警员 把看起来像是格拉斯的男子抬出去 也有人试图阻止 最终还被推倒在地上 阿布拉多尔趁机谴责美国和加拿大 在这起事件上立场模糊 随着墨西哥决定入禀国际法院寻求审判 墨西哥也请求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支持这个决定 势必要证明厄瓜多尔已经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